事业不顺 家庭不合,人际糟糕 谁都看你不顺眼,算计你 倒霉是连绵,每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不如死 这是很多师兄常抱怨的事情,多行善 这也是常给这些朋友的建议 但往往在提出这个建议后,不少朋友会说上这么一句话 我也想行善但我没有钱,有钱才能行善 这是很多朋友走入的一个误区 但不行善很难有钱这是恶性循环 其实要行善积德,不需要等到有钱才能行动 你现在马上就可以行动 因为太多的行善方法不需要花钱 举个超级简单的例子,劝人行善的文章 就已经做了一件大善事了 因为有可能你的朋友看到文章后 知道了行善的方法开始行善 那你可就是接下来与大家分享 不用花钱或者花很少钱 就能行善积德大功德的方法 供养各位有缘的朋友 在大家看这些方法前,有一点要明白 我们行善,不仅仅是说要动作才叫行善 善念也是行善 孝蠢父母摆善孝为奸 如果没有很多钱,多关心父母 多给父母打电话 多和他们聊天 替他们做些利索,能及的事情让他们开心 这些有时候比你给钱买,东西送他们 还让他们开心 孝蠢孝蠢孝子天佑 顺势自然的结果 只给父母钱什么都不管了 那不叫孝只叫养 尽可能没人喜欢看一张整天绷住的脸 或看起来就像全世界都欠 了他几百万的表情 这样的表情让看到的人心里赌不愉快 你不让人愉快 那你又怎么能得到愉快的果报呢 这边你不让别人愉快 那边就有人或者事情让你不愉快 如果你时刻微笑 让每个人看到你都很愉快 那就是中了善音这个叫言不失 尽可能的说好话 没人喜欢听人说气话 攻击性强的话 让人听后很不愉快的话 所以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 要考虑下对方会不会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要怎么说才能让听的人舒适 甚至是听了你的话原本不开心 后来开心了 出柔轻语无促 恶语让人愉快的话 这也是行善积德这个叫言不失 当然不要误会 这里不是说要大家不分好坏 毫无原则地去八街讨好 而是说多说鼓励 散美 开导别人的好话 多说让人心情愉快或能给人正能量的话 祝福所有遇见的人 祝福别人 传达善的词场 这些祝福就是不断种下善音 祝福别人其实就是祝福自己 这些迟早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只要在走出家门的时候 遇到老年人及心中默念 祝天下的所有的老人健康长寿 遇到青年人及心中默念 祝天下所有的青年事业成功 遇到学生时及心中默念 祝天下所有学生学业有成 遇到儿童时及心中默念 祝天下所有的儿童健康伶俐 遇到病人时及心中默念 祝所有的病人去病消灾 遇到官员时及心中默念 祝天下所有的官员爱民清正 遇到乞丐时及心中默念 祝天下所有的乞丐改变命运 遇到困苦人及心中默念 祝天下所有困苦之人消灾解难 以此类推 不管遇到谁都祝福这一类型的人 这祝福不一定要说出来 在心中默默祝福也可 仅仅是这个方法你每天实践 世上三个月一定能发现不一样的人生 随缘放生放生改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很多朋友常说自己没有 钱或者没有时间去放生 其实并非是去买来放财叫放生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有机会放生 而这些都是不用花钱 也不用特意以下不花钱的放生方法 1.阻止别人杀生 比如看到小孩子在玩虫子 捉蝴蝶劝阻 2.随手救助 看到爬到路边的虫子 把它们放回草丛 看到被困的小动物加以解救 3.随喜放生 看到别人放生 我们心生欢喜并赞叹 同样也能得到无量功德 不花一分钱 4.不焚烧庭院树叶等垃圾 并劝他人物焚烧垃圾 因为上面聚集了无数的蚂蚁 小虫都可能会被活活地烧死 5.最持久的放生方式 吃素和劝人吃素 不仅不花钱还很健康 一旦开始吃素每天就放生了很多生命了 一生都在放生了 引导人向善 给人以财物让人愉快 甚至救他一命都只是暂时的改变效果有限 但如果让一个人改变观念 从此行善不作恶那会怎样 当一个人不作恶只行善时 他就能得到身心的安宁 很显然你帮了他这一生 甚至是生生世世 他的幸福因你而起 他因此得到了多少幸福 你也将得到多少幸福 这是不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呢 在所有的劝人向善的方式中 让人了解因果 相信因果 是最有效也是最基础的方法 因为相信因果的人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不敢作恶努力行善 如何引导别人相信因果 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劝说他们传播因果知识等等 当然这些需要一定的沟通技巧和时间 最为有效 巧妙而省事的方法 是让人看因果故事 因果电影 因为故事有去吸引人 看了因果故事之后 心中种下了因果的种子 即使开始他不相信 机缘成熟的时候 他的种子就能生长发芽开花结果 刘善然讲病 了凡四讯 于静一公 预造神迹等等 都是值得反复观看的资料 于者拼命智者改命 智者如何改命 发愿就是能立刻改变命运的方法 因为种子决定命运 发愿就是在改变我们过去生命的种子 种子有先天和后天之分 先天是从父母被接受过来的 是我们原本的生命 但不同的因缘会影响种子的改变 比如准基因 如果我们接收到佛的智慧与光芒 那么种子就会改变 我生命的种子就是这样转基因转过来的 最转基因的方法就是发大愿 旧的生命被转变新的生命就诞生了 那发一个什么大愿呢 从今天开始我不光为自己活 我们说不为自己活 不是让你不穿衣服 不吃饭 只是活住的目的 不只是为了自己那为谁呢 为谁可以永恒不死呢 为众生 因为众生永远都存在 众生无量无边 众生就是我们的福田 我们就应该为众生而活 应该为真理而活 应该为信仰而活 人怎么能只为自己活呢 为自己活 那个命就是定的 当你发愿我此生不光为自己活 我要带领全家带领众生一起改变 我要帮助一切的众生 这时你的面相都会马上改变 为什么 因为业力改变了 愿力改变了 当一个人发了大愿之后 新的种子就具备了 你就由芦苇的种子变成了南木的种子 之后的一切都会自动发生 当然我们也可以循序渐进 我们可以先发一个小一点的愿 发愿要孝顺好祖宗 父母 公婆为祖宗父母争光 只要是发愿不再为自己 或者不只为自己要为更多的人而活 我们生命的状态 境界 格局自然就会发生改变 行善 修福 修慧 不在乎有没有钱 重要的是有没有诚恳切的心 发的心才是最重要的论心 不论腔 这是佛教的根本大法 就是心法 人心都是慢慢变冷的 有一种心伤教再也回不去 请不要等到彻底失去后 人心都是慢慢变冷的 不要等到彻底失去一个人 你才知道 人一旦航心了再怎么也孵不热 你的一言一行不再关心 你的一举一动不再在乎 一切变得冷漠不堪 人一旦航心了再怎么也回不到以前 你的话不再倾听 你的事不再关注 除了安静就是冷漠 人一旦航心了再怎么也没必要继续 你的甜言蜜语不再入 而你的关心不再接受 只会认为一切都是虚情假意 让人听后很不愉快的话 所以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 要考虑下对方会不会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要怎么说才能让听的人舒适 甚至是听了你的话原本不开心 后来开心了